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歡迎來到韓版天堂M8月第三週的更新內容 接下來就讓我幫大家一一說明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冰之宮殿的副本活動 這個活動副本就是你只要每天獵殺100隻怪就可以獲得一個冰之鑰匙 然後冰之鑰匙你可以把它製作成冰之宮殿的藏寶圖 可以飛到這個地圖裡面去進行狩獵 那基本上你打完這些地圖之後你就可以獲得獎勵 獎勵有哪些呢四色硬幣 還有一個冰之宮殿的通關寶藏寶物箱 裡面可以開到各類的物資 其中的大獎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冰之女王皇冠的聖物 必給紅 那可是機率應該是很低啊隨機開的嘛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第二個活動就是大師大徽戰 的魔族之地 那裡面就是在那個暗影神殿跟慾望 慾望之地的boss會100%掉落金色材料箱子 再來往下看這是燃燒的吉爾塔斯 地圖活動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好本週的周末製作有哪些呢 加7的三色內衣 加7的三色肩甲 其中 這個是最重要的 終於開放了稀有的製作 第一個 通氣泛酷節變身卡製作 第二個 黑色曼波兔娃娃卡製作 一個世界限定10個 每製作一次需要8個 8個袋子 1%的機率去拼 基本上兩個都卡池蠻深的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盡量拼一下尤其這個通氣泛酷節啊 這個目前算是 遊戲史上第一次出現這個製作的選項 再來往下看還開放了這個 紫便 屠龍者變身卡的製作 還有紫娃死亡騎士的製作 好我們接著往下看 然後本週的個人製作有這些有龍鑽 然後三色幣以及英雄變 英雄技能卡 這個英雄技能卡他開放了一個新的圖案就是長這樣子 他有更新了一下這個 箱子的圖案 然後接下來這兩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潘朵拉的變身卡箱以及 阿努比斯的娃娃卡箱 就跟我們之前的一樣就是 90萬硬幣換的那個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來往下看這邊還有開放這個新的 Special 那個神秘變身卡 抽卡箱 他裡面的給東西比較特別 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好這是剛剛的90萬 安朵拉跟阿努比斯的卡箱子跟我們原本台版這次出的一模一樣啦 然後這個 卡箱啊他比較特別他裡面給的是一些 另一種 稀有的紅卡 譬如說綠警衛 兔子少女優秀騎士等等 這些比較前一檔的 稀有紅卡 他不屬於古典系列的 抽卡包 以上就是這次的週末製作內容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本週韓版的禮包有哪些特別呢 其中只有一個禮包 應該是台幣包吧 韓版本週的台幣包是出這個 不死鳥 我們講的鳳凰組合包 他這個鳳凰組合包 他給的東西比較特別 他有兩包 他這個並不是說 裡面的評證拿出來 是錯了 他一個是買組合包 一個是單獨買評證 每個帳號 在活動期間內都可以買8次 可以刷8次 這個可以買8個 那你會說為什麼要給8個 單獨的評證呢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他可以做什麼啦 那裡面會給什麼 基本上就是硬幣箱啊 然後30罐純白萬能藥啊 還有一個 這個抽卡選擇箱啊之類的 那抽卡選擇券就是換這個 最高級抽卡包啊 那其中比較特別是第一個 這個是最高級抽卡包 括號金字型神塔 等於說韓版在後面有 推出那個新的金字型神卡 金字型神塔的變身造型 那在這個卡包裡面就可以專門抽到這個的紅辯跟紫辯啊 好 剛剛講到了鳳凰評證 這個評證能做什麼呢 來先看第1個 8個 你使用8個評證 可以製作加5 龍之水晶選擇箱 但是不要太高興 他是成功會給你加5 選擇箱 如果你失敗的話 會給你一個保底加4的 下面這個你可以使用兩個評證去製作 箱子 大成功會給你加5的龍之水晶選擇箱 成功給加4 失敗就給加3 然後下面一個 這個一樣是使用8個製作 8個評證 成功會給你 加5徽章選擇箱 就是你的左肩甲 失敗會給你加4的徽章選擇箱 那同樣可以用兩個製作 大成功給你加5選擇 成功給你加4的徽章選擇 失敗給你加3 然後後面再可以使用這基本盤 用兩個去製作 三個高級粉末箱子 或用兩個去製作 這叫 硬幣選擇箱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是 你們說為什麼要用兩包呢 因為他可以用16個硬幣製作 這邊如果你全部買滿 ALL IN 16個製作可以直接 兌換 3張 神秘的英雄變身卡 然後如果你是用8個可以直接兌換 一張 神秘的英雄變身卡 就是保底紅 極低 機率紫色 如果你是用兩個的話 20%繼續拼的話就是 兩個可以拼到一張 英雄神秘變身卡 失敗就給你一個神秘變身卡 選擇箱 好以上就是本週韓版 的更新內容 後續還有什麼更新的話 歡迎鎖定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